劉河南 李四川共同點燃騎馬砲 雙北副市長合體的地點 就是板橋接雲寺 觀音佛祖繞境活動 李四川過去曾擔任新北市副市長 這回被店名更上一層樓 但喊著劉河南接綁侯友宜的擁護者也不少 到底國民黨二零二六新北市長 由誰出現 還沒有答案前 劉河然 李傑先到 只見到場時 熱情衝上錢和李四川 又是擁抱 又是握手 被視為藍營熱門人選的兩人 同臺互動 引發關注 同場綠營也來參與他 新北市立委蘇巧貴連兩天現身 接雲寺參拜 不難看出 對地方經營別有用心 來綠問鼎二零二六新北市長一億 呼聲高的人選齊聚 慶典活動飄出濃濃選舉位 選新北市長同樣呼聲高的民進黨秘書長林用昌 前一天擦身而過 被解讀王不見王 蘇巧貴解釋是行程安排 不過同派系立委張宏露前一天才幫出氣 如果新北空降人選不公平 不管是任務人 只要能夠為新北市這座城市 就是我們都尊敬 也都歡迎 藍綠前在候選人同臺尬場 也讓新北市長一億未言 顯紅洞 華視新聞 李文宇 陳建達 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